大家去過秘魯的都可能留意到中餐館的招牌都叫做Chifa 有點像我們廣東話的食飯 早在19世紀中已經有四宿人飄洋過海到秘魯打工 首都尼馬的唐人街就有近170名歷史 而這間古江州會館也有150名歷史 會章訂立過8年 宗旨協助海外的同鄉 我們會館是四宿人士 其他會館也有 有甚麼事要解決就找會館 每個月有一次聚會 古江州的李監視開會 商討有甚麼人要幫助 或者要求幫助 李監視開會就幫 全國81年來到秘魯之後 就落地生根 三十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回香港 這裏好就賺錢容易 就不用那麼辛苦 但這裏比較陸後 就沒有那麼多娛樂 或者生活沒有那麼多姿多彩 只是和香港就不能比 一習慣之後 就沒有想過回香港 即是想在這裏賺錢 這裏老實說是真的很容易 你肯做就可以了 雖然工資是低的 但你可以存錢在這裏 即是沒有其他消費給你去花錢 講到那麼容易賺 那現在移民去利馬 有甚麼好做呢 現在的需求 這裏的需求就是要隨私 香港式的隨私要 這裏人工就很高 這裏都只剩三千元美金一個月 如果好一點的老闆 每一年有一個大價 他就送機票回香港 或者你回澳門回來 三十多年來 拳哥打過工自己開過餐館 又和朋友合資做過木材生意 讚過蝕過 現在的工作依然跟香港有關 這間公司代理的香港產品 批發到秘魯全國 最多現在買的豉油 秘魯人很信你中國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經常問 那些俱風油來做甚麼 那曼金油來做甚麼 又問你有甚麼食物 對於身體有哪個部分是好的 他一定會問你 他很相信你中國人說的 你解釋給他聽 好呀好呀 麻煩你呀 這裏的秘魯人很有禮貌 他不會歧視你中國人 亦都很喜歡和你中國人做朋友 那些秘魯人 拳哥的女兒有時間 就去店頭幫忙 今天女兒就幫他填表 續領過期很多年的BNO 我來這裡三十多年 都未回到香港 所以我今年就想回香港 所以要換個護照 因為我去年和那些同學 在香港的同學聊天 他說我這麼久都未回去 很希望我回去和他們一起吃一頓飯 大家高興一下 自己始終都是懷念香港 自己在香港出生 我最懷念香港的食物 我去街邊當然要捉魚蛋 那些東西就煮了 歡迎來到 謝祇第一竹 日本人吃的一定魚肉菜湯 展現你的無限刀工 果皮、蒸、刀貝爾 我指全新facebook饮食专业 只想好吃